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出動水車 灑水洗地不止如此 還能運送供應 緊急用水 民眾擔心天鵝颱颱風來 沒水可用 詢問度增加兩三成 但業者卻不敢提前接單 若是颱風來自來水濁度 飆升台北市停水的話 水車恐怕無水可賣 原本只要爆發停水問題 包括一般辦公大樓餐廳業者 KTV都搶著買水 一般水車出租五噸水 在同個縣市運送 行情約2500元 北水處也首度嚴格控管用水 若颱風後實施限水 會將水優先提供給公家單位的供水站 要水車業者別抱太大的希望 搶水大作戰不少民眾也陸續到賣場 買飲用水和水桶先來儲水備戰 讓賣場儲水用品熱銷三倍 不只供水讓民眾擔憂 居高不下的菜價也讓婆婆媽媽們抱怨連連 像是絲瓜價格 從颱風前一斤三十元 漲到五十五元 而小黃瓜同樣貴桑桑 一斤五十元漲到六十三元 另外苦瓜也是大缺貨 從一斤六十六元飆到七十七元 而閩豆甚至一斤飆到一百零五塊錢 菜價已經比肉價還要貴 颱風還沒來 就已經掀起一波搶菜搶水大作戰 記者正宗李文柯台北報導